我昨天呢,在这地方露营呢,是一个伐木不施的一个休息点,这个地方呢,没水没电,也没手机,网络信号,什么都没有。 我之所以在这儿住一晚上,就是因为今天我要进一趟城去补充点食物,新冠疫情呢,已经有两年多了,这两年多呢,也改变了人不少的生活习惯, 有的呢,减少了外出,在家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有的呢,选择了在家办公,在家工作,尽量的减少与外面的接触,在大城市呢,由于人口的密度呢,比较大,接触各种病毒的机会呢,也比较多, 大城市感染的几率就多了一些,那么对于小城市来讲,新冠疫情已经到今天两年多了,对于小城市有什么影响? 今天叫我们来过去看一看,我现在呢,就来到了Tarris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有15000多人吧, 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小城市,在疫情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对小镇有什么影响,小镇的人呢,还戴不戴口罩,还保持不保持社交距离, 我选择呢,一个是游客中心,还有两个超市,进去看一看,这个呢,就是它的游客中心, 游客在南国内人 reporting,西建元女之间, 因为保持有 adding broker telling, 以后实ual件人在研究界的人在资 Luck中, 休闻、联北中, 住进城市中除非 zab— 被租 -, yeah it's a local honey right? -Yeah that one is from Smithers and the one's just slowly there and it fires this honey -And then it's like it can be you have your bear there -They can also have his bear-up there -Yeah, okay -Wow -So yeah, Smithers honey and this is Harris -Yeah! 好 OK Thank you No worries You have a good day That's it 我从游客中心这出来了 也没要求人们带口罩 也没要求什么社交距离 刚才我介绍蜂蜜的时候 也就是连半米距离都没有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超市里头 反正现在人们也都不带口罩 大人孩子都没带 有一个人带口罩 可能是人不多吧 反正到目前这里的人没带口罩 这里的工作人员还有个顾客 都没有带口罩 这里有个收银员带口罩 我现在就来到了沃尔玛这个超市 现在我们就进去看一看 毕竟沃尔玛的价位比较低 适合百姓 现在我们就到了门口 准备进去了 目前看是没有 目前看是没有带口罩 目前看是没有带口罩 刚才这位老先生那么大岁数进来也没有带口罩 没有带口罩 没有带口罩 没带口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我现在从桌马这出来了 我去了这两个超市和游客中心 给我的感觉就是疫情对于小镇来讲 生活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戴口罩的人不是很多 也就是大概不到10%吧 然后呢以女性戴口罩的居多 而男性戴口罩的就更少 我的感觉呢疫情还存在 人们的生活呢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扰 看来疫情对小镇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其他方面的内容呢 请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地回顾大家 我会尽快地回顾大家 我会尽快地回顾大家